宁静的台南雪甲 看似平凡的小镇 却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1963年 甘惠中神父从美国来到台湾山区 发现有许多发展吃换儿 父母常不愿意面对 更没有机构可以协助吃换儿接受教育 因此甘神部开始推广早疗以及融合教育 让吃换儿可以受到帮助 不应该有特殊教育 这是有教育 大家应该在一起 不应该分开 应该给他们机会 我看到普通班的小朋友 为食物给特殊的小朋友吃 还有帮他们推轮礼 是我很感动 尤其这甘神父 他那种爱情无人对待 甘神父的努力改变了许多一般生家长的看法 让一般幼儿与吃换儿共同学习 共同游戏 让一般幼儿培养同理心 也让吃换儿有更多学习模仿的机会 有一般的家长 看到我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意义的 家长改变了 你给他们机会 他们回去呢 2016年年底 国籍法修改后 凡是对我国有特殊功勋的外籍人士 不需要放弃原本的国籍 就可以取得身份证 为了台湾特殊教育贡献半世纪的甘神父 成为国籍法修改后 第一位取得身份证的外国人 都是跟他就说我也是台湾人 我爱台湾 所以我保留在台湾 一直都是我 这样哦 将人生最清华的五十年 投入台湾若是照顾工作的甘慧忠神父 用慈祥的笑容陪伴孩子成长 用坚强的双臂 为他们遮风挡雨 在台湾人民的心中 他早就已经是真正的台湾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